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苏式东坡肉发明 文豪厨艺也高明 二、两起超变法图强 维心风云人物 三、徐霞克游记记山水 地理大师行千里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苏式东坡肉发明 文豪厨艺也高明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宋代的文豪苏式 苏东坡和他意外发明的美食 东坡肉 苏式 这位文学巨匠不仅以其诗词散文文明于世 还因为他的厨艺而被后人津津乐道 想象一下 这位文豪在书房里挥号泼墨 写下千古绝句 然后换上围裙 在厨房里大展厨艺 烹饪出让人垂涎三尺的佳肴 故事发生在苏式被贬至黄州 京湖北黄冈 期间 据说 苏式在当地为民谋服 修建了一座非常有用的堤坝 以防洪水 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 送来了许多猪肉 苏式想要回报乡亲们的好意 于是决定用这些猪肉 做一道美味的菜肴 但是 苏式毕竟是个忙碌的官员 他没有太多时间 守在灶台旁翻炒 于是 他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将猪肉切成大块 加入黄酒 将葱等调料 然后用小火慢慢炖煮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边处理工物 边让肉在锅里 慢慢变得酥软入味 最终 这道菜肴大获成功 肉质酥烂 香气扑鼻 神受人们喜爱 后人为了纪念苏式 将这道菜命名为东坡肉 当然 这个故事可能带有一些传奇色彩 但不可否认的是 苏式的确对饮食文化 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 他在《饮善政药》中提到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这句话表明 苏式认为 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应当予以重视 如今 东坡肉已经成为 中国菜肴中的经典之一 流传至今 仍然受到无数美式爱好者的喜爱 而苏式 这位文豪厨艺高明的形象 也成为了一个有趣的文化符号 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崇高的文学创作 也可以与一锅熬的香喷喷的东坡肉 有着意想不到的联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梁启超变法图强 维新风云人物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中国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 梁启超 这位先生 可不是一般的文人 他是维新运动的即先锋 一位思想家 改革家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笔战高手 如果把晚清的政治舞台 比作一场风起云涌的大戏 那么梁启超 无疑是其中的一颗闪亮的明星 梁启超 自卓如 好人公 有时候他还喜欢自称良人公 这不仅仅是一种自娱于人的幽默 更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自信展现 他是康有位的得意门生 两人一拍集合一起推动了戊戌变法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百日维新 说到百日维新 这可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梁启超和康有位这对师徒 就像是古代的一街金兰 一起策划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目的是要把那个腐朽的大清帝国 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他们提出了设立新学 建立意愿 发展经济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这在当时 可是相当于政治版的颠覆三观 然而 好景不长 百日维新最终因为慈禧太后的意志军令 而宣告失败 梁启超和康有位 只好带着他们的维新梦想 一路奔波 流亡海外 但即便如此 梁启超的笔尖依然锋利 他在海外继续发表文章 批评清政府的落后 呼吁变法图强 梁启超的故事中 有一个小插曲 颇为有趣 在流亡日本期间 他曾经用笔名梁仁公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结果有人不知道 梁仁公就是梁启超 还专门写信给梁启超 让他帮忙转告梁仁公一些话 梁启超收到信后 既好笑又无奈 只好回信说 梁仁公即是小生 特辞奉告 这种自己给自己烧心的滑稽场面 想必也让梁先生自己忍俊不禁 梁启超的一生 可以说是风云变幻 他见证了清末明初的种种巨变 他的思想和行动 对中国近代史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不仅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 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了解的伟人 而他的故事 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有人愿意拿起笔座位鉴 为了理想和变革而奋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徐霞克游记记山水 地理大师行千里 徐霞克 这位明朝的行走地理百科全书 他的脚步比现代人的朋友圈还要广 比古代的快递小哥还要勤快 他的徐霞克游记 不仅是一本旅行指南 更是一部地理民俗的大型综合论文集 这位大师行千里 不是为了打卡拍照 而是为了探究大自然的奥秘 记录山川河流的变迁 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地理探险家 徐霞克的游记 不同于一般的游记那样 留恋于山水之美 他的笔下 更多的是对地理环境的精确描述 和科学考察 他的游记中 山不仅仅是山 水不仅仅是水 每一处地理位置 他都要详细记录其方位 高度 形态 土质 矿产 甚至包括植被和气候 他的游记 可以说是一本非常实用的 古代地理信息系统 有趣的是 徐霞克的旅行 并非一帆风顺 他曾在游记中提到 自己在爬山时不慎跌落 幸好被树枝挂住 才会造成大祸 这种经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可能早就下的 不敢再踏出家门斑步 但对于徐霞克来说 这不过是探索自然的小插曲而已 他的旅行也充满了挑战和艰辛 想象一下 没有现代交通工具 没有高科技装备 他所依靠的 只有一双脚 和一颗对知识的渴望之心 他穿越了大江南北 翻越了崇山峻岭 甚至还曾经历过食物短缺 靠野菜果腹 这样的经历 放在今天 足以成为一部 励志冒险电影的主线 徐霞克的游记 不仅记录了自然景观 还详细描绘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和民俗风情 他的笔下 有热情好客的村民 也有奇风一族的少数民族 他的游记 因此成为了研究明代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总之 徐霞克的游记 不仅是一部地理大作 更是一段传奇的旅行故事 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天地 用笔记录了山河 在今天 我们或许不能像他那样 亲身行千里 但通过阅读他的游记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自然的敬畏 徐霞克 这位地理大师 他的故事和成就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苏氏 梁启超 和徐霞克 这些文豪厨艺高明 唯心风云人物 以及地理大师 他们的故事都充满了趣味和启发 苏氏用笔墨挥洒诗词 又能在厨房里烹饪出美味佳肴 这种多才多艺的形象 真是让人羡慕 梁启超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思想家和改革家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有人愿意拿起笔座未见 为了理想和变革而奋斗 而徐霞克的游记 不仅是一部地理大作 更是一段传奇的旅行故事 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天地 用笔记录了山河 这些故事都让我们看到了 人类的多元才能和无限创造力 他们的成就不仅影响了他们所处的时代 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氏的东坡肉已经成为中国菜肴中的经典之一 梁启超的思想和行动 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徐霞克的游记成为了研究明代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我们探讨这些故事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引起观众对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成就的关注和思考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着奇妙和惊喜的六度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